2001年8月4日,李詩琦家國出席女兒婚禮,跟前夫互不羞彩。 2001年8月4日,李詩琦到加拿大出席女兒葉子青的婚禮, 重遇首任丈夫葉志鵬,彼此互不羞彩。 因為離婚時,前夫曾跟她說,從來沒有愛過你。 令詩琦姐感嘆的是,飛往加拿大之前, 收到第二任丈夫何偉強搶癌去世的消息, 一喜一悲,感覺人生無常。 詩琦姐在婚宴上,獲女婿邀請上台, 用標準國語代她說,執子之手,與子佳佬, 為一對新人送上祝福。 逆語中心腸話,最重要是懂得選丈夫。 但女兒這段婚姻只維持了4年, 之後跟電視台高層再婚,又分開。 兩母女在婚姻路上都經歷了雙重打擊。 詩琦姐經歷婚姻不如意後,健康又出現問題, 患子宮頸癌接受放射治療。 病情受控,卻出現骨質疏鬆後遺症, 令寬關節骨和脊骨裂了。 詩琦姐坦然寧角已經全部被磨平, 什麼事都不再在意,更喜歡現在的自己。 近年不時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點滴, 活得開心又自我。 遺症的病情受控不足。 遺症。 遺症。 最初遺症。 確定是若快樂。 遺症。 感谢观看